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袁熙 那上集呢我们讲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明高峰 那么宋朝在文质方面的基础奠定 主要是在宋太宗一朝 所以这一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 太宗展眷苍鹤来 天子设宴穷临开 那说起文质呢 我们都知道 一个社会要想在文质方面做好 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人 要重视人才 这个是根本 因为文化是人的文化 要由人把它表现出来 那没有人 没有人才呢 就谈不上文化之说 那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书 文化呢 是通过书籍图书来 记载流传 当然它也可以通过 音乐 舞蹈 雕刻 文物 通过各种方法流传 但最主要 最直接的一种媒介呢 就是图书 那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还要有相应的制度 无论是激励学风 选拔人才 学术活动 或者是文化创作 那这些呢 都是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来实现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太宗一朝呢 在这三个方面是如何做的 首先说人 我们知道 直到现在呢 很多喜欢历史的人 如果你问他 希望生活在哪一朝 那很多人 可能都会说宋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宋朝的读书人 在社会上是备受尊重 他们有着优越的学习环境 自由的学术氛围 有活跃的学术实践 讲求制行合一 可以学以致用 而这一切呢 都是从宋太宗 对人才的重视开始 那我们知道 宋太祖曾经说 宰相要用读书人 但是呢 太祖一朝 是继五代乱世之后 读书人呢 并不多 所以这句话呢 只能说 很大程度上 只是一种愿望 而这句话真正被实现呢 是从宋太宗开始 宋太宗呢 大量重用读书人 比如宋人叶梦德 在十年谚语中 就提到过 祖宗朝的用人情况 说呢 汉林学士 尤好亲切 尤士邓二辅者 时长六七 解释一下 二辅呢 是指中书门下 和书密院 那中书门下 是掌管政务的最高机构 书密院呢 是掌管军事的最高机构 就是说呀 能够在二辅任职的人呢 有这么大的比例 都是出自 汉林学士 那汉林学士 他作为一流之人才 连宋太宗 自己都说 学士亲切之职 朕恨不得为之 就是他很遗憾 自己没有当过汉林学士 那欧阳修呢 也在他的奏章中说呀 自祖宗以来 所用梁府大臣多矣 其间名臣贤相 处于管阁者 时长八九也 那管阁呢 就是三管密阁 里面全是一流人才 知识精英 要进管阁呢 至少要从 近市的前三名起步 就是门槛非常高 那么说这个名臣贤相 十个里面 有八九个 都是管阁学士出身 可见呢 这个宋朝皇帝 对读书人的重用 用读书人治天下 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正是因为 从宋太宗开始 切切实实的 大力提拔人才 重用人才 给予读书人 非常高的社会地位 于是呢 就极大的鼓舞了人心 激励了学风 所以呢 人心向学 人才辈出 那再看第二个方面 就是书 那我们之前讲过 宋太祖呢 就非常喜欢读书 宋太宗也是如此 他曾经说呀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 终须用文德制制 镇美退朝 不费官书 就是呢 他很清楚 自己要做的事 那武功克定呢 在太祖朝 已经基本完成 到了他这儿呢 他要做的就是 文德制制 那就是 先要多读书 此外呢 我们之前还讲过 宋太祖呢 不仅自己读书 还让这个武臣们 都去读书 那宋太宗呢 也是这样 他曾经任命一个 叫王显的人 做书密副使 后来呢 又授予他书密使 那书密使呢 是一朝最高的 军事长官 但宋太宗呢 就担心啊 他学术不够 就把他找来 让他读书 太宗说呢 你本来也是 出身于儒学世家 但是你自小呢 遭逢五代乱世 没有好好学习 那今天呢 你帮我处理军事政务啊 就更无暇 博览群书了 那如果你能熟读 军界三篇 亦可免于面强矣 就是说呀 可以少犯点错误 于是呢 宋太宗就 取来一本军界 让王显拿回去读 那因为宋太宗 深切地知道书籍的价值 所以呢 他在位时呢 也像太祖一样 继续照求遗书 那史家呢 对这件事 评价很高 认为呀 行政之善匹 在人均之一心 君心逆乎声色丸号 则所求于天下者 皆声色丸号之事 君心乐乎贤财典籍 则所求于天下者 皆贤财典籍之徒 那这个评价呢 让我想起了宋徽宗 太宗之心在图书典籍 于是呢 四方之图书见初 徽宗之心呢 在花石制作 于是呢 四方之花石分具 这个呢 真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可见呢 天子呢 是不好做 虽然 长天下之权柄 但是呢 也有相应的道德要求 只有做到了呢 才能以德配位 那太宗呢 不仅求遗书 这书来了 太多了 放不下怎么办呢 他又修建图书馆 这个就是著名的三馆 密格 太祖朝时呢 也有三馆 但是因为呢 百度草创 精力有限 用的是五代时的三馆旧纸 所以呢 面积不大 条件也不好 但是太宗时呢 就重新选址 重修三馆 就是 昭文馆 使馆 集贤院 那这三馆呢 统称为 重文院 后来呢 又增修了密格 就是 聚天下图书于其间 宋太宗呢 经常是 亲至广格 也曾 亲体匾额 欲比刺师 然后经常有这种 君臣间的唱和 就留下了许多的佳话 所以呢 宋代管阁可谓是 极尽繁华与荣耀 那这是说呢 有关图书的收集 存放 此外呢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大事业 就是修书 那我们知道 北宋有四大部书 太平预览 太平广迹 文愿英华 策府原规 那前三部呢 都是由 宋太宗命人修转的 那说到这儿呢 有一个成语 大家一定听说过 叫开卷有益 就是从宋太宗这儿来的 那实在呢 宋太宗读书常常是 自嗣至身 然后试卷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四时啊 就是上午的 九点到十一点 那深时呢 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 就是说呀 太宗皇帝有时读书啊 可以从上午的九点 读到下午的五点 就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他的读书时间长 他的阅读量呢 也非常大 比如呢 实在太平星国八年时 太平预览刚刚修成 当时呢 还不叫太平预览 叫太平总类 共有一千卷 那宋太宗就下诏 让使馆呢 每天进城三卷 他打算呢 每天读三卷 所以呢 一年读完 那旁边的大臣就劝他说啊 一天读这么多书 恐怕太过劳累 那宋太宗就说呢 朕姓喜读书 开卷有益 不为老也 那开卷有益 就是从这来的 说到宋太宗好读书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次呢 太宗读太平欲来 从四十读到身十 那从他一打开书的时候 就有一只苍鹤飞过 就停在乌鸡上 就是古代宫殿 乌鸡上有那种 瑞兽的装饰 叫吃吻 就是落在那个上面 然后一直到 太宗和尚书的时候呢 这只苍鹤才飞走 那这件事呢 在当时也是被视为一种瑞应 而认为是太宗好学 重视文质的一种 天人感应的现象 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 再说第三个方面 制度 宋太宗呢 以文德制制 在制度方面的保障 主要是通过科举制 和管阁制度来实现 那么先说科举 太宗时呢 科举取士的数量开始增多 比如太平新国二年春 是宋太宗继位后的 第一次科举考试 就录取近世109人 诸科209人 那当时呢 宰相薛居正呢 就对太宗说 取人太多 用人太急 但是呢 宋太宗求智心切 求财若渴 就对这一榜进士 就非常的优待 此外呢 为了取士公正 宋太宗又设立了 胡明考和这个所愿制度 胡明考呢 就是把考生的姓名 籍贯这些信息给封闭起来 或者是代之以编号 那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 由考官受这个考生的请托 在阅卷时呢 就给以高分 寻思舞弊 当然呢 其实在唐朝时呢 已经有了这个胡明的做法 但是当时没有形成制度 那么从宋太宗开始呢 就成为了定制 至于所愿呢 也是为了防止请托 就是主考官 一接到任命后 马上就进入贡院 锁门不出 以回避这种 就是请托之事 那所愿制度呢 也是一直呀 为后世历朝科举所沿用 所以这些制度的实行呢 就非常有力的 保证了取势的公正 那此外呢 还有一些举措 比如从太平新国八年开始 极地禁食呢 全都赐宴穷林院 那之前呢 皇帝也赐宴 但不在穷林院 那在穷林院 有什么特殊呢 当时呢 北宋汴京城外 有两座皇家园林 一个是金明池 一个是穷林院 也就是说呢 是在皇帝御院里赐宴 那这对禁士们来讲 那当然是极大的荣耀 那再比如呢 还有畅明制度 就是呢 放榜的当天 天子亲临 一一宣布 集地者的名字 当面赐给他 禁士集地的称号 那这个畅明制度呢 也是从宋太宗开始 所以后来呢 我们在戏词里 可能也听过 我也曾赴过穷林宴 我也曾打马欲接钱 那可以想象呢 古时 禁士集地的读书人们 真是春风得意 马蹄急 走在汴京城繁华的大街上 上哪去呢 就到城外皇帝的御花园 天子请客 欲比提师 那鼓励他们 能够学有所用 报国立民 那对于读书人而言呢 这个的确是 无上的荣耀 那么再说管阁制度 管阁呢 就是三管密阁 我们刚才提到过 可以把它理解为 国家图书馆 但是呢 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图书馆 因为呢 储藏图书 管理图书 只是管阁的职能之一 那我们知道 唐代呢 就已经有了管阁 但是 宋代的管阁呢 虽然在名称上 很多还在沿用旧制 但是职能上 已经大有不同 那除了管理图书 这个聚贤储财 然后还有修史 修书之外呢 比如刚才说 这个北宋四大部书啊 都是管阁学士们 合力完成的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管阁学士们更多呢 是在参政施政方面 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米前的管职呢 在参政方面 最多呢 是以备顾问 就是给皇帝出出主意 那现在呢 正如我们开始提到的 公卿名相 多由管职出身 那这个变化的意义啊 是非常重大的 这意味着呢 宋朝时的政府 不再是贵族政府 也不是军阀政府 而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 由知识精英们 组成的一个政府 那你相对于贵族政府来讲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平民政府 很多这个宋代的名臣呢 都是出身寒门 那你相对于五人政府来讲呢 你又可以说 它是一个文官政府 是一个重道德 重文治的政府 所以呢 宋人有一种认识 叫天子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 就是说呀 天下呢 是天子的 但是 治天下呢 是要天子和士大夫 共同完成的 可见呢 对于读书人而言 宋朝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好了 今天我们讲了 宋太宗文德制制方面的建树 那在整理这些内容时呢 我其实觉得 宋太宗他虽然是一个皇帝 但其实在他的心里呢 在根本上呢 其实是一个读书人 他说呢 学士是亲切之职 常恨不能做学士 那他在读太平预览时 曾说呢 学者读万卷书 这事不难做 有时我想呢 如果宋太宗这一生的角色 不是皇帝 也许他会更喜欢做一个 学者读万卷书 或者是当一个汉林 居亲切之要职 但是呢 他没有做学者 也没有成为汉林 他做了什么呢 他是以文德来治天下 从而让这一朝出现 更多的汉林 更多的学者 让宋朝呢 成为了又一个文明高峰 为此奠定了基础 这大概呢 就是他这一生的使命吧 那么在太宗一朝呢 也的确是不负所望 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 而且是德才兼备 所以下一集呢 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太宗一朝的 明尘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